在台中有一名23岁的粉领族 为了要讨男朋友的欢心 就自己找了医美诊所 来进行自体脂肪的龙颅手术 他从B罩杯升级到C罩杯 没想到手术之后 他胸部出现感染 还引发了半血症 医师赶紧从他的胸部 引流了将近1000cc的血水 才救回他一命 医生手术刀一画下去 患者胸部内发炎太久的血水和浓水 一下子一流出来 医护人员总共引流了将近1000cc 看着大家心惊肉跳 这名患者是23岁粉领族 他为了在情人节给男友一个惊喜 找了医美诊所进行自体脂肪龙颅手术 没想到手术之后 胸部出现感染肿胀 还引发败血症休克 幸好经过其救 女子减回一命 医生表示 医师自体脂肪龙颅 在国内虽然没有太多的规范 但在美国 却是一项被禁止的手术 大部分都要打到200到250 这个的体积 对它一个面积 可以吸收的面积 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患者为了讨男友欢心 得不偿失 现在他得至少休养半年 才能重建双峰